订阅和点赞 记得按一下哦 朋友们 大家好 幸运姜依的姜依哦 今天呢 咻咻咻 咋咻 拿暴玄陀螺里的 Legend Spirgin Killer Deathsizer 还有 惊喜随机包 第七代的猫虎 用这三个陀螺来玩一下看看吧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好那么一个一个拆开来 然后来一起看一下吧 第一个是 Legend Spirgin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拆开 咋咋 箱子里面有 发射器 Legend Spirgin陀螺 贴纸 最后就是 咋咋 还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哦 是日语版的 好那么接下来 姜依就先来组装一下陀螺吧 当然还要贴纸了 OK 咋咋 朋友们 姜依已经把陀螺给组装好了 那么先来看一下发射器吧 朋友们 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 咋咋 发射器上有两个洞哦 姜依呢 事先调查了一下 才知道Legend Spirgin 是一种双向攻击的陀螺 可以右旋转 也可以左旋转 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 选择用哪个方向来发射哦 真的太棒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陀螺吧 朋友们 看陀螺的后面 这个就是攻击环 可是 姜依有一个疑问 第六代陀螺的攻击环 明明都安装了重力环 朋友们记得吧 但是呢 他们没有重力环 为什么呢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陀螺到底有多强呢 一会儿拿陀螺进行对决的时候 再一起确认一下吧 好 看一下一个 好 接下来是Killer Dice Sizer 姜依来拆一下 嗨 朋友们 姜依也把Killer Dice Sizer 给组装好了 Dice Sizer是B85 朋友们 和Legend Spirgin不同 等着 攻击环上安装了重力环哦 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真的好好奇啊 等一下我们对决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这个Dice Sizer 朋友们看好了 这里可以动哦 对不对 这个陀螺是用这里会动的部位 攻击对方的陀螺 是不是很神奇哦 好 那么我们一会儿会拿陀螺对决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厉害吧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了 惊喜随机包 第七代的盲盒 朋友们 姜依呢之前介绍过第六代的惊喜随机包 那么这个第七代呢 同样也有很多的陀螺 今天呢 姜依只准备了一个 你们看 正中间包装上的陀螺 它的名字是卡罗达 和Tornado Y1一样 是限量版哦 姜依呢 只有这一个惊喜盲盒 能抽到限量版的卡罗达吗 真的十分好奇哦 那么姜依就来拆一下吧 同样是在八个陀螺里随机出来一个 来拆开 好 拜托 姜依拆第六代时 第一盒就出来 限量版的Tornado Y1 这次要是 也能抽到卡罗达就好了 哎呦喂 姜依看到里面贴纸了 朋友们 哦 呀 姜依 能抽到限量版的陀螺吗 抽到卡罗达就好了 希望幸运之星降临哦 拆开 一二三 哦 朋友们 好可惜啊 姜依没有抽到限量版卡罗达 哦 他叫什么呢 姜依成立好了以后呢 再告诉朋友们吧 咋咋 箱子里面有底座盘 攻击环哦 竟然有重力环 真的好神奇啊 然后 最后是战神盖了 朋友们 他的名字是 啊 AZ的 阿尼比斯的 陀螺 啊 好可惜 姜依没有抽到限量版陀螺 那么好 姜依来组装一下 好 那么 先往 攻击环上 装上重力环 像这样 按进去以后 拧一下 沾 安装完成 接下来 把底座盘 咻咻咻咻 咻 朋友们 姜依 组装好了 朋友们 今天姜依虽然没有抽到限量版陀螺 没关系 姜依会多准备几个第七代的惊喜盲盒 下次再一起抽限量版吧 好 那么以上就是 Legend Spriggan 这个是 Killow Deathsider 还有 Azida Arbenius 姜依介绍了三个陀螺 朋友们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也要拿陀螺进行对决比赛 姜依用Killow Deathsider 还有Legend Spriggan 就用这两个来对决吧 Go Go 朋友们 姜依现在要开始对决了 姜依呢 先用Ru旋转 用Ru旋转来进行对决比赛 看看剩者是Killow Deathsider呢 还是Legend Spriggan呢 3 2 1 Go Shot 快去 加油 朋友们 最终的胜者会是谁呢 冲击啊 漂亮 什么 说好的最强呢 输了 好吧 朋友们 姜依呢 先用 右旋转 用右旋转对决 可惜输掉了 不知道 用左旋转的话 会不会更强呢 朋友们看好了 姜依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换成左旋转 好 先把底座盘 谢谢来 要给朋友们看更清楚 姜依稍微往前一点 先把底座盘刀摄下来以后 朋友们看好了 朋友们看陀螺背面 隐约能看见字母R和字母L 刚才姜依用右旋转 所以转到字母R了 那 用发射器 按到陀螺上面 转一下 黑酒 好 好 朋友们 你们看 这次转到了字母L了 这就是代表现在是左旋转了 好 那么姜依组装好以后 再跟摄影朋友对决 那现在呢 陀螺都组装好了 朋友们 把发射器 插入 左边的洞里 像这样弄好以后 按上陀螺的话 好了 姜依这次是否能赢呢 开始对决 3 2 1 高线 快线 一开始强力地撞到一起了 加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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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姜依这次又输掉了 我朋友们 这个Killer Deathsizer 会用他的武器 攻击其他陀螺 没想到 竟然这么厉害 没想到 Legend Spriggan 竟然这么轻易输掉了 好惨 今天姜依拿 暴玄陀螺里面的 Legend Spriggan Killer Deathsizer 还有这个 惊喜随机包 第七代的 忙活玩了一下 朋友们怎么样 看得开心吗 那么姜依呢 以后还会带来 更多有趣的视频 下次再见哦 拜拜 哇 朋友们 姜依突然想到 基尼以前说过的话了 用哪个陀螺 不重要 赚的人的实力更重要 看来姜依得去练习怎么发射陀螺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